黄河路曾经的辉煌 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光 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在三十岁 世事变迁 容颜亦改 不变的永远是心中 那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对于餐饮业来说 周末的生意一直都比平日里 要忙上好多 上午十点刚过 阅卫馆的姚思明师傅 就已经在厨房里忙活开了 今天餐厅四个楼面的 所有桌位都被定满了 为了稳定住 自己的客员 每家饭店除了在消费层次上定位要明确之外 在招牌菜的维护上更是费尽心思各有招数 往往看似简单的一道菜 背后花的功夫 却只有大厨们才知道 而且这三个月的云都会费尽心思各有招牌 在厨房里边也把我们都来 把热火店啊 里日啊 鸭酱啊 冰档封面了啥 灰火啊 都当了一堂 最新的新三个钟都要让我冰箱这一块出来 有车里叫我巧克力顶了啥 没感觉 首先呢 感谢各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小姑娘 我的侄女 钱卓瑶 白日燕 今天呢 因为我们的工举爸和那个工举妈 都在招呼来宾 所以呢 只能我这个叔叔感 在运味馆 像这样全场爆满的场面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 而在黄河路最人声鼎沸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这条路上每家饭店几乎都要提前半个多月定位 一到春节就更是一味难求 对于台圣园黄河路店的店长陈宗瑜来说 不能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常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上海的娱乐休闲场所还不是很多 所以一到节假日 更多的人会选择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聚餐 这个时候 黄河路上的饭店餐厅 就会人头传动 拥挤不堪 我们在家过过年做过吃个谈烟饭的 因为客人客户要吃年夜饭 那么我们就是舍小家就给云大家了 徐松是乾隆美食的行政总厨 当他还在别的饭店当厨师的时候 就对黄河路厨师的高收入有所耳闻 当日来说 哪都是收入 一般的平均水平都不是很高 但是黄河路的厨师 收入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晚上老挤的上一号 上一号也忙 我们老边车公司肯定是高了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吃台盛园的菜 唐建伟就会经常带着朋友们来这里聚餐 这家以上海菜为主 粤菜穿菜为辅的饭店 给这些老上海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美味感受 有一次他们甚至一顿吃掉了12盘泡菜 因为台盛园有些菜品非常有上海味道 那些想品尝上海传统菜肴的外国人 也就特别喜欢到这里来吃饭 欣立威是匈牙利住上海总领事馆 负责文化与教育的领事 除了自己经常来台盛园之外 还把住在国际饭店里的匈牙利朋友们 一起带来品尝美味 这位女士是我的同事 这位先生是我的先生 然后国际饭店是一个匈牙利的 设计是乌达克来设计的 然后如果我们有代表团 我们每次让他们住在那边 我们知道如果他们饿了 那我们马上请他们过来 然后我们一起在这里吃饭 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生煎包 这也很喜欢那个干锅花菜 然后那个干扁蛋豆 老实说这个饭店是最好的 一般来说在这里做的菜的味道 很像我们匈牙里的一些味道 像台条小黄鱼 松子鲑鱼 树石井 就那个树石井这个面筋 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咸肉蒸蟹 这个是很有名的 很多客人的话流年万返的 喜欢拍摄视频制作短片的唐建伟 每次到台盛园吃饭 都会对着桌子上的菜 兴致勃勃地拍上好半天 回家制作好了之后 下次来吃饭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给陈宗鱼看 吃得很好嘛 吃得干什么东西 走着小匹不能留留几年 美好 美好 就是刚刚从九岁九十年 也得到今早 然后又到那个地方 收到那个地方去 一个呢 车到我的那种固定比较深 我这个都好像是个威力 就是每日一杀阴人 每日要请客啊 谁学到那个地方 有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来 就会想到他们 我们就会过来 好像在家里吃饭也得 觉得很温暖的 好开心 黄河路最南端的 龚德林素食处 是1932年 从贵州路搬过来的 龚德林特有的风味 不光很快就受到了 上海人的喜欢 更是得到了外地游客 和国际友人的青睐 黄河路有个特地 白费是国际友人 西多是大光明 地狱 这地狗 这西多就是生命公寓 这西多特别是中白地 老师呢 没有地址 到内经路口来走一走 黄河路有上海的龚德林素食 没好 根本就打开这个威力 因为现在就是 上海的威力 把那地狗家 青督龚德林来吃 是不是 对吧 所以看到的呢 其实现在看到的 爱抵抗了 龚德林的自民度 所以看到 因为 鲁鱼鱼鱼 应该看到 这次是 鱼鱼鱼鱼鱼鱼鱼 等到了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龚德林更是因为 价廉物美的面点和菜肴 而有了更多 老百姓的光顾 今年七十岁的陈金生 就特别喜欢 到龚德林来吃饭 庄和米 两块鱼鱼 最早切的文明就是机关 在口腹 南门 在炒着金 在豆腐 这款这些都是阿车 确实没什么 没什么 关于一个米粥 还有卫生 那个时候因为 全部是国营饭店 国提后还没有开放 对吧 生意很好 天门 一下子四个大亭 人朝天朝水一样 冲进来 上去那个腔尾汁 他们第一批 手没有以后 顶你一批就在那里面 就很尴尬 隔着人家习也可以 基本上是 四毛五毛 七毛八毛 一块多 一块二 一个车 因为那个时候 吃饭很紧张的 一个饭是应该要 走色批 腿子要分色吃 那个时候 这里规模比较大 四个厅 大概有三十几座 还有地下室 王宏洞 公德林的特点 就是素食荤作 最著名的一道菜 素蟹粉 经过几代厨师的努力 无论是在造型 还是在口感上 都达到了 以假乱真的程度 加上油 把蟹粉倒入锅内 要不断地搅动 最早晚我们用南瓜泥 跟土豆泥炒 那个土豆泥 跟南瓜泥炒 什么油的像 别炒以后 淫不成一种 这种口律一样的 后来用了 撕那个五老婆以后 五老婆这种油的像 积了以后 它收拾进一种口律一样 那出来就代表 那个蟹网 一个颜色比较香 第二个口味也很香的 跟真的跟混的蟹粉 基本上口味很接近的 91年的时候 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老板 到商业以后 他一个到城隍庙 老牌店吃真的蟹粉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肯定要到工德林 吃素的蟹粉 他说吃下来 你们的素蟹粉 比他们好吃 没有那么新 从1932年 在黄河路桥迁后迎客 到1997年 迎来黄河路的繁荣鼎盛 工德林也将素食荤座 素食精座的记忆 在这条路上发扬了 整整65年 2008年 工德林的素食制作记忆 还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素食当中的螺丝 一个是文化 一个素食文化 第一个艺术 就是烹饪艺术 第三个就是佛园 然后炸到螺丝 能够开吹 其一种文化 包括烹饪美人 搞这个发炊 好吃 这个好吃 你都没饱了 没饱了 消费者比较会喜 骑车车 基本上是在包里面 素哈风 大概比较会喜 素日精 这大三米精 更新闻 这是包里面 然而就在1997年 更多的人 被黄河路上的美味 所吸引的时候 由于美食街 整体格局的调整 龚德林离开了 已经发展了 65年的黄河路 搬到了 相去不远的 南京西路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 让黄河路 迎来了它的 第一个寒冬 和黄河路上的 很多饭店一样 月味馆也遇到了 开店以来的 第一个低谷 我们老板因为 从很小的那个店 走到现在 真的很不容易 的起起落落 进出口声音报 做了 都好多公司 都倒闭 参与业给你 都是一个链子 它都有那个下滑的 那一年下滑的 也很厉害 1998年 勤快能干的服务员 陈宗瑜 成了台胜员的领班 这一年 她和她的丈夫张建平 相识恋爱 两年后的2000年 他俩组成了 幸福的小家庭 因为节假日加班 还有平常 或者什么 你加班或者家典 或者什么 他都能理解的 家伙都是他们干的 我们是不住家伙的 照不了家的 小孩也管不了 这一点是 真的是离不开 一个家的理解 跟他支持 不然的话 你这个餐饮 是坚持不下去的 婚后的陈宗瑜 因为工作繁忙 兼顾不到家庭 丈夫经常胃疼 也没有引起她的警觉 直到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胃癌晚期了 就经常的 还是叫胃痛 胃痛嘛 觉得很正常 没有到后面 发现的话 这次检查 就是已经就晚期了 前前后后 也就三个月 对 这个后面就过世了 因为当时 我已经怀孕 已经有六个月了 很多就是说 很多那个朋友啊 或者家呀 或者什么 都不支持 把这个小孩养下来 觉得一个小姑娘 对吧 二十岁岁 带一个小孩 觉得很辛苦 然而陈宗瑜 丈夫的一番话 却让他做出了 人生中 最重要的决定 当时我老公啊 他也就是 很喜欢小孩 他又 走的时候嘛 就是好像姨爷一样 关照他妈妈 怎么把我照顾好 就我舍不得 婆婆像这样 把我当女儿一样 真的像女儿一样 天天都翻着花样 来照顾我 晚上回去 她的水果呀 我都放到台阵上 那时候我就想啊 她生命 我怎么都没发觉 因为那时候 我是上晚班 早出晚归的 也后悔啊 那时候也得一日 也没有好好地陪着她 对 人的一生 就这样结束了 在三十岁 1999年 王金钊 关了他的小饭店 沪江九家 在台盛园的隔壁 开了一家 更大规模的饭店 乾隆美食 我好像做什么工作 都能喜欢着呢 没有觉得 我做什么工作 我觉得不喜欢 进了店以后呢 你又碰到很多老顾客 自己的员工 每个月发工资了 对吧 那你要很有成就感的呀 他们这么多人 在你这里拿钱去养活 那就不累了呀 2003年 非典的喜来 给餐饮业 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黄河路上的商家 也无一幸免地 陷入了第二个寒冬 每个人都忍心慌慌 你做企业的 更不能慌啊 你慌了把这些人 推到哪里去 这些人 他们平时都在跟你工作的 你又碰到困难 把人推到周围上 企业又担当了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一回 人可以轮流休息 但我们不见人 我们当时也没有关 也没有什么 都过半年吧 也过去了 当时困着困了点钱 那过来了 那一年发店关了那么多 我们都坚守下来了 这叫开店容易守店难 老板老板娘 一直守在这里 她说我有这么多员工 我不能就是 就甩掉他们不管 是那时候发工资 我们老板拿着借钱 我们每月15号 肯定是发工资给你的 从来不会托员工一天工资 到时候我就把没钱 有好多半年里 生意不好了嘛 有员工工资打折 但是我们店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非典过后 黄河路的生意 就开始急转直下 此后颓势难改 在菜价利润 不断削弱的情况下 很多家饭店 都难以为继 纷纷关门 为了把自己辛苦 打拼多年 才开创出来的 乾隆美食经营好 从来没有学过 企业管理的王金钊 就自己到大学里面 去进修 并且挤出时间 在网上自学相关的 专业知识 天天别人怎么经营啊 人啊 写的新的互联盟啊 总要去除去除的了 我不可能住这个行业 什么都不学习 怎么去 企业规理啊 工厂规理啊 营修啊 对吧 做菜的 的餐饭 本质工作 有相关的东西 都要去听听课 经常去听课 有空我就去 增长了企业管理知识的 王金钊 学以致用 在市场低迷 而又竞争激烈的2003年 不但将乾隆美食 经营得有声有色 而且还得到了 世界知名企业 麦德龙老总的肯定 当时说 吃饭就半个小时 结果来了以后呢 他就问问我 怎么做广告的 我说我这个人 从来不做广告 那他说你怎么样的 去吸引顾客 我说我没有去 也可以的去吸引顾客 我就把这份工作 做好就行了 结果他们老总说 不能吃饭 大家先开会 为什么他在饭店 住二十几年 不去做广告 贴贴生意爆美 为什么麦德龙 贴贴去做广告 还没生意 好好研究研究 采访采访我 是怎么样的 坚持下来 我说我比较笨的一个人 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 无可之类 会带来他的可悲的呀 2011年 在王金昭 12年的苦心经营下 乾隆美食在黄河路 不光站稳了脚跟 而且已经有了 相当可观的规模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金昭决定 重新定位餐厅发展模式 招聘餐饮高级管理人才 徐松就是在 在这种情况下 来到乾隆美食的 无意当中就走到了 那个厨房旁边的一个办公室 当时我也不知道 这个办公室是干什么用的 他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我 就说徐师傅 这间办公室是总厨办公室 接下来呢 这间办公室就属于你了 当时我听了 我心里感觉还是比较温暖 毕竟第一次交谈 就这么很笃定的 就是去认可一个人 所以说当时内心还是比较认可 黄金昭直爽干练的工作风格和徐松非常合拍 店主的认可 再加上乾隆美食干净整洁的厨房 让徐松不但很快就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 还拿出了自己对餐厅菜品结构定位的独到见解 北京网络是一条老母路 餐厅定位定不好的话就死得很快 因为我都有看到上海 比方说内心都不应该 各别的省外面都可以有 现在收集过的印象 网络是一条家 那么包括呢 基本上是买上海菜而已 所以说以黑市为值 菜要价格百分之三是黑市 而我来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基本上是上海菜本班菜 而我来还有三到年 就是吹香菜 因为北京已经上海人就是这样吃了 还是比较能解答了 每天下午三点 有优点也有缺点 就从国外大包装的香装进来的 比方说是六十只龙虾 它当时大包的时候是好的 肯定是活的 但是回来肯定是 当中有一只到两只死了 那怎么办呢 回来只有筛选掉 它自己吃亏 把活的扔进鱼缸 死的处理掉 一定要现场度到 你比方说上市高峰 一个中午一个晚上 我是肯定在厨房的 这个条根是干嘛的 就是你想乱烧菜 你想烧不到位都不行 因为我在后面 每烧一个菜 我会拿筷子 或者用这个小条根尝一尝味道 或者怎么样 师傅打标 师傅打的要求 OK的话出品 不行的话退回去重新烧 因为当菜要上了客人的台面上面 不到位的话 导致客人飞毛枪的时候 给已经挨了 企业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创造问题的 如今黄河路上 曾经风光了好多年的饭店酒家 就只剩下了台圣园 乾隆 越卫馆 金八仙 半岛 越来和大富豪了 现在立立关掉了 台圣园 越来 半岛现在还在 这好几家都关掉了 都记不住了 好多 那就金苹果 金苹果不高 现在都没有 2010年 旅居美国的李丹尼 从拉斯维加斯退休 考虑再三 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上海来定居 因为我一直想往 师傅车身之地 上海 每日师傅 在国防美国发授 上海 整个人受得了提议 而刚刚师傅能受得提议 2012年 龚德林在创办90周年的时候 又重新回到了黄河路 不仅店面装修一新 上海的老客人们 在享受传统美食的同时 还能品尝到 与时俱进的创新菜肴 如今黄河路上的龚德林 几乎每天都宾客满座 而对面国际饭店 西炳屋门前排起的长队 也成了黄河路上的 另一道风景 王凤霞把小孙子送进学校后 就会来这里 买上两包蝴蝶酥带回去 在西炳屋的楼上 就是蝴蝶酥的生产车间 平均每天1500斤面粉的生产量 让高级西炳师乌江磊 和他的同事们忙个不停 经过了家书尼 阿拉伯爹一个是平巴 一个是老婆姓可败 刚才阿拉的老字号 所以刚刚一天五地书 已经到了千家万户 一天五地书切出车就有个人败 因为一书嘛 所以刚切了我的西里书的楼 中国还没有家书 所以都就是我都挡我的楼 因为我就刚切了人 我都会在地上指的 我都会在书切好自己 那我都会在老后面上 因为我都挡一挡一挡 用手这么多轻挠子 把那指不理想的男子去 然后我都没开心 如今黄河路上 这几家经营了好多年的饭店 都有了各自稳定的顾客群 而陈宗宇也从台胜园 黄河路店的领班 成长为了店长 他的女儿也已经是 17岁的大姑娘了 家和台胜园两点一线的生活 让他很知足 我从那个20岁左右 一直走到今天 已经有23年的历程了 服务员从端盘子起的 再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让我在上海深耕 有一个家 当中呢 我要酸甜苦辣 只有自己的领会的 哇 我路是啥地方了 山明广了 山明广了是啥地方了 上海的心了 而且因为这尘土尘尽 我就要做黄河路的 康巴子 就是唯我独尊 就是降人降薪 内功练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 横山路 新天地 以及各类购物中心 和更多新兴餐饮 美食街的出现 黄河路曾经的辉煌 已经成为 那个时代特有的风光 而永远地 留在了上海人的记忆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